今天來開箱下一集 正在公司最新開的飯店 特別為東京迪士尼而開的園區喔 最喜歡的空間是這個 獨立式的包廂 它的設計是1955那種美式輕鬆的 配合迪士尼的營業時間 晚上是供應到11點就比較晚 如果你看完煙火化回來還有吃東西 它早餐實在是令我太驚豔了 一碗雙人房的房間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Irene 馬鼠 今天來開箱下一集 還在公司最新開的飯店 然後我們正式超級搶先 因為今天是開幕第二天 我們就來住了 場新超級的漂亮 重點是這間超級急的跟你們分享 因為它是新野集團特別為東京迪士尼而開的園區喔 就是它距離迪士尼超級的近 所以以後你們在迪士尼住出有新的選擇 除了今天開箱這間 我還有分享過兩間 迪士尼的飯店 玩具總動員的飯店 還有關海景大飯店 這兩間都是官方認證園區內的飯店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上方資訊欄喔 那我們先去check in 我剛才上來的時候還想說 怎麼整個櫃檯飯店都沒人見過 那都改自助化了 很高科技耶 很貼心 中文 日文 韓文都有 它這個很方便 就是它有時候入住方式 你要用QR Code 還是姓名 還是預訂號碼 我發現它今天早上的時候8點 就傳一封訊息跟我說 這是你今天入住的 就直接給QR Code 超貼心 就是你不用再翻秀的信箱 它是當天早上就是會寄給你 檢視你的QR Code 然後我就可以選QR Code 然後就直接這樣掃 這樣 欸 馬上就有了 它現在好像要我們自己就是改名三個卡 可能是房卡的部分 然後它的卡面超可愛的喔 它有三張不同種類的卡 可以自己選擇兩張卡 掃描之後這就是我們這次的房卡 它還有附這個 你看它顏色也超級的可愛 就可以上樓了 我真的超喜歡它們的設計跟LOGO耶 超漂亮 而且好想當它們的店友 它們制服有夠可愛的 飯店距離市區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沒關係 因為飯店很天心 我們準備免費的接駁車 從飯店到迪士尼 也有飯店到我們的JR的車站都有 官網都有詳細的資訊 可以先上網看時刻表 然後剛剛check in完 我換了一件衣服 為了表示我在這開箱的誠意 因為這間飯店它叫星野1955是有意義的 這是星野集團 它針對迪士尼園區改一個飯店 1955是第一座迪士尼在美國建造的年代 所以這間飯店又重現了1955那時候的風格 你看後面它全部都是那種復古 顏色顯眼那時候的現代主義 所以你看它的瓷磚綠色的LOGO 設計都是那種大膽 不是日本會出現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仿美國舊的 所以我這次也特別穿了一個復古的感覺 然後你知道我要拍這個大天空景有多麼的難嗎 我現在是晚上12點我還在錄耶 因為大家都是迪士尼結束之後來check in 所以我們是越晚越熱鬧 那我們剛剛8點到10點 這間飯店都超多超多人的 終於可以給你們好好介紹一下 它這本材質故事的check in 早上有介紹過 中間的話它還是會有服務人員 所以如果你不會的話也都是有人 放像那種美國電影的感覺 你好像可以坐在這邊拿報紙啊等車 它整個空間都用得非常的好 整個全部都是公共空間 這邊也都是可以自由運用的耶 check in前或check in後都可以留在這邊 如果你迪士尼玩很累的話 也不想去市區是想休息的話 這邊也可以使用 這個海報就是我剛剛說的超級的漂亮 它就是卡卡的設計 三個顏色 我來住這間飯店之前 我還有上網看他們的觀望 他們觀望設計的超級的棒 宣傳影片服裝 如果你們沒有來住這間飯店的話 你們也是可以上網看一下 他們的設計真的是超級的用心 他們的備品設計也超級的可愛 是在這邊 還有那種鐵盒裝 這個上面 喔好可愛喔 你看都有特別的logo 你看它連這個宣傳海報都做得超級的可愛 是不是很美 我當初就看他們飯本找衣服了 超級的美 它飯店的二樓有剛剛我們check in 還有大廳 然後這邊的話是屬於一個通貢空間 在我身後是餐廳 配合迪士尼的營業時間 馬上是供應到11點就比較完 如果你看完煙火的話 回來還有吃東西 提供的餐點就是有丼飯 拉麵比較那種簡餐 小吃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進去裡面吃吃看 這邊點餐也是自助的機器 我覺得非常適合色口的人 欸它是不是全部都可以耶 什麼quick play什麼都可以 我要選中文 沒中文好吧 我們剛剛爆點了一波 點了5200日幣 這樣是多少台幣 1000出好像有點小貴 有點像是飯店的buffet 每個料理台會有一個單 就是我們拉麵汁就有一個單 就去跟那個櫃檯去領餐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去領菜兵 可以吃飯啦 我們這一桌點了5200 我覺得就是以迪士尼結束之後來說 這樣的CP值已經很高了 因為迪士尼結束 你可能一般只能吃很貴的產品 要不然就是超商 然後超商有時候 又沒有選項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佛心很高 欸 呃 是佛心 很佛心 然後它食材速度超級的快 素質很餓就可以馬上吃 我們今天去海洋 超冷的耶 6月的海洋 如果你要出去的話 一定要戴外套 風超大的 連少女也都說怎麼那麼冷 我跟妳講 去迪士尼完結束 一定要吃這種熱熱的 哇 它那個顏色超美的耶 好好吃喔 它那個料理水準都表現蠻好的 它充給了好多喔 然後肉也很厚耶 你們看 它很好吃喔 沒關係 如果能在迪士尼結束之後 吃到一頓熱熱的現煮的 好像怎樣都不會貴 吃完飯不要急著回房間 在二樓這邊有個交易大廳 超級的酷 你看 一整片的沙發 而且這竟然是軟的耶 非常適合小朋友在這邊打棍之類的 很舒服耶 它這個符合人體工學耶 這個我有經驗到 還是會吸引你這在哪裡買 很舒服耶 這邊超棒的耶 這邊很適合家長帶小朋友來放風 這邊都非常的安全 如果你不去迪士尼玩 可以來這邊住 它這邊有插座耶 如果我是家長的話 我可以讓小朋友在這邊玩 然後我自己就在這邊用電腦之類 這邊空間設計的很可愛 裡面就是剛剛的公共油氣區 然後隔一個窗簾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不一樣的空間 它這邊很像是家具店 選品店的感覺 也是一樣 它就是旁邊會有插頭 在這邊用電腦之類 你看它上面這個 像不像那種美國復古電影院的感覺 那個燈箱 而且不一樣的 就是什麼Coffee啊 然後跟Cheers啊之類的 就有一種美式 然後很歡樂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我們到這間飯店的話 真的可以提早入住 然後享受一下 它的那種歡樂的氛圍很棒 這邊就是小包廂 就更有影子 然後你可以跟朋友聚在這邊 可能討論明天的行程 明天迪士尼的戰略很重要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B3耶 你就可以跟朋友LINE說 欸我們等等11點B3件 超可愛的 這一間是有點那種美式復古的感覺 這個是玫瑰花 欸超漂亮的耶 然後有一個那個大大的燈 要去下一間看看嗎 歡迎光臨我家 這又是不一樣的空間耶 我覺得它做的很像是那種 選品的家具店 Bikika的感覺 就是它每一間都有不同的主題 這個是黃色的 哇 哈哈哈哈 太玩笑了 裡面的家具都讓人想買耶 欸這個很棒耶 我以後再想要這個 這邊好舒服喔 而且很難得就是 我拍照都很喜歡白天 可是很難得是有一個景 讓我覺得晚上比較漂亮 這邊晚上超漂亮 它點燈超級的有Fu 都是用那種現代藝術主義 就是那個時候的大膽鮮豔的配色 你看它這個橘啊黃啊 配在一起都不會突兀 然後或是那個地毯 粉紅色綠色跟灰色 然後這樣搭配 所以都很好看 這邊它還有一面牆 然後我原本以為是裝飾物 但是它都是玩具 它就是真的可以讓你打拿去 譬如說不一樣的小房間 或桌子上這樣玩 然後它這邊有那個耶 美女野獸 然後是日文版 喔 它的畫風好酷喔 這個好漂亮喔 是仙女奇緣耶 欸不對 是嗎 是灰姑娘 灰姑娘是仙女奇緣嗎 好像是吧 喔 它這個童書好酷喔 這個我喜歡耶 這個超可愛的 欸 它好好玩喔 妳們看這個玩具 居然是灰姑娘耶 有夠可愛的 再來分享這個交易廳 我最喜歡的空間 就是這個 獨立式的包廂 它一樣是軟軟的 要脫鞋子 一樣有包枕 然後你就跟小朋友 你的好朋友在這邊玩 它有那個布臉 所以跟外面空間 比就更有獨立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也可以在那邊睡覺 這樣誰會想到你房間 很舒適很放鬆的感覺 真的好棒喔 推薦大家第一天可以住有歡樂路遠的飯店 第二天就住新年 跟冬季市區飯店雖然貴了一點點 可能一兩千塊之類 玩得很累的時候就快速的進來 這個飯店休息 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就我跟少女玩過兩次 彼士尼的經驗 我覺得這間真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耶 沒有業配 計畫錢來住 很推薦給你們很棒 如果你不想要吃剛剛介紹的餐廳的話 這邊還有一間超商 然後這超商是飯店自己經營的 所以你看它外觀 也是跟飯店裡面是統一的風格 現在比較美人 剛剛超多人的 尤其是九點半 十點過後 大家從園區回來 這邊一樣是採取自助收營的 它麵包感覺是現做的耶 它的飲料都是那種比較高級感覺 玻璃瓶 酒精之類的 而且它飲料的也還交替放耶 少女發現設計的小巧思 好扯喔 他們的飲料真的超可愛的 小巧 Apple juice耶 超可愛 然後這也很美 從來沒看過的飲料 喔 它還有這個耶 它還有啤酒機耶 這好棒喔 它還有那個紅酒機耶 紅白酒 我一直飆高音 看到酒我就眼睛亮 欸 這邊很棒耶 這邊的話就是你很適合 如果你是想要來拍IG打卡美照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邊的食物 欸 這個好漂亮喔 這也可以當伴手禮耶 超美的耶 以上剛剛分享的空間 除了餐廳之外 就是後面然後還有那個賞點的 24小時營業 真是太佛心了 你很晚回來 不管多餓 小野什麼都可以吃 而且他們的房價 是新野集團當中 算是CP值滿高的吧 如果你覺得以上都太貴 想要省錢省錢再省錢 一樓這邊有Lawson 我們進去看一下 很多人耶 大家都剛從樂園出來 它就是一個便利商店 我以為會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這邊品項也很多耶 然後因為今天是開幕了第二天 然後基本上全部都日本人 沒有台灣人 感覺台灣很少人知道這個資訊 我在Lawson還發現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IG看到 他說這個 還有兩關 一個是黃色標籤 要粉紅色才有感 在想說他如果在這個Lawson有賣的話 是不是很有效 因為迪士尼大家都非常累 他這樣賣一整組 感覺應該是最有效的吧 會不會比嗶嗶嗶有效 因為我們兩個都喝嗶嗶 然後這邊還有洗衣室 他很可愛 他這邊還有讓你就是後衛的椅子 然後這邊就是洗衣室 再來開箱一下我們的房間 東西滿多的 然後我們選的是這個粉紅色的房間 我們先介紹一下房間 然後你們再看這樣的價格如何 然後你看他一進來就有一個 非常大的這個梳妝台 這個檯面 然後還有這個燈 就是有那種很像是美國巨星 譬如說我們在那邊化妝的感覺 他的杯子也都是超漂亮的 莫蘭迪色嘛 超級的漂亮 然後你看他連這個茶包 也都是B955他們自己的耶 超級的漂亮 然後他連這個也超美的耶 這個是那個快竹壺 也是復古的感覺耶 我覺得他們的房間跟迪士尼有點像 因為迪士尼他們都是一個大房間 然後如果你四人住就四人定價 兩人住就比較貴 可是就想有一樣大的空間 然後這個是床 床少女還沒拍 所以我就不碰了 然後這個是沙發床 然後他還有一個大電視 所以你就可以坐在這邊 坐在這邊 看電視 我看官網的話 他還有一些是那種上下鋪之類 很適合親子的 他這個房型要特別說一下 就是我們住的是海邊房 看出去的話就是海邊 然後我們今天住的話 我們是禮拜五晚上 然後兩個人住 我們早餐是另外一家的 雙人房的房間是29000 29000日幣 所以整個台幣一個人大概是2900左右 我覺得CP值還算高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樣裝潢 那又是迪士尼 你們這樣住迪士尼的飯店有超級的貴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選市區一點點的 其實也不會便宜到哪裡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加一點錢住行業 但不知道現在搶不搶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有點小小的搶 現在開幕第二天 之後應該越來越好 搭配迪士尼 新園區的開放 然後我有拍一集海洋攻略的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他的設計真的是很酷 光房間地板就有三桶不同的瓶件 像剛剛那邊還有抬高起來是一個木頭 這邊的話是軟軟的地毯 然後這邊的話又是木頭 就是因為剛洗完澡 可能會有點腳濕濕的 所以這邊是木頭 然後你看這邊有一個 烘鞋肌 我覺得超級的貼心的 沒雨季來 然後我們今天在外面暴雨 一整天鞋子都濕了 我還想說要怎麼辦 這個就可以烘腳 所以這個是我看過 飯店最讚的設計了 而且我用了之後就覺得 家裡好像也應該買一台 這個好方便 超方便 因為他們知道去迪士尼玩的人 會不管封 都會封完我 鞋子絕對會死 我以為你說 走路一整天會腳臭 有腳汗 再來它的浴室是說 隱藏式拉門的設計 所以可以節省空間 這個的話就是廁所馬桶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 乾濕分離的浴室 拉進去的空間 我覺得超級的大 你看這邊感覺可以 兩三個人一起刷牙 然後檯面也是非常的大 它的地板是那種木頭的地板 所以非常的溫馨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種設計 它的背品上面都印有 新的專屬字樣 它的盥形式空間也超大 這個椅子 你早餐可以坐著洗澡 一樣會有浴缸 迪士尼玩完很累一整天 然後就可以泡腳舒緩你的疲勞 各位 我們拿完早餐 它的早餐實在是令我太驚艷了 因為昨天的晚餐 它是比較屬於簡單式的 因為它就只有凍飯啦 麵那一種 那我原本想說早餐 該不會也是一樣吧 就是我把早餐的標準放很低 早餐是加購一個好像五六百塊 我就覺得該不會就是吃很爛吧 就吃進來下到尾 剛剛是法費式的 然後超級的豐盛 它很用心在它設計的那種動線上面 然後它這個料理台 例如說是 那拉台 然後這兩邊就是同樣餐點 它是Double 份量很足 然後也不會排斷 有中式的 有西式的 還有日式的 然後陸式的 居然有這個海鮮丼飯 好像在那邊超級的厲害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西式的 它這個法式麵包 竟然是現做的耶 吃飯店的早餐的話 很多麵包都是要自己烤 自己烤都很難吃 可是這個的話 就讓人家食慾大增 一定會吃完 而且這個法式麵包也超扯的耶 然後它們都是現做的喔 你看 感覺超好吃的 你們看這一區現打果汁 也太美了吧 它還有特別用那個水果切片去做 超級的美 然後搭配後面 今天是看海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有讓我驚豔耶 然後你看它這個牛奶 牛奶罐子也超級的可愛 請 你真的好醜喔 好醜喔 所以後來總結一下住這一晚的心得 我覺得以它的價位來說 SickEase其實蠻高的 整個飯店的設計很棒 而且空間很寬敞 另外我覺得它不同於一般的飯店是 一般飯店給人家的感覺就比較 比如說商務 或是正經高級有點距離感 可是這邊它的設計是195那種美式輕鬆的 所以一進來你真的會感到不快 就覺得哇 真的很開心耶 就是有一種魔力的感覺 就進來這裡就覺得 啊好像煩惱都沒了 就是有點小小的童趣 它的房間也都很大 然後昨天那個床躺下去也讓我經驗 你覺得呢 昨天那個床睡起來很舒服 附屬最重要的就是吃 迪士尼園區 所以比較遠一點 基本上你在這邊 如果你沒有訂餐廳的餐點 你就會餓 可是這邊的話它很貼心 配合迪士尼 所以它晚餐供應到晚上11點 但如果你不想花大錢的話 它也有便利商店簡單吃 而且它最棒的是 早餐跟晚餐都不用預約 像晚餐的話 有時候我們樂園不知道玩幾點 就是很難抓一個時間 可是它的晚餐的話 就可以直接進來吃 早餐的話也是喔 因為我們是有先入住 就是有搭配住宿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你現場想吃的話 它也可以零食加點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棒 那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喔 然後如果你是 因為迪士尼想要住這間飯店的話 別忘了參考我們的 陸地還有海洋公約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留言還有分享 分享給你即將要來東京玩的朋友 是一個住宿的新選擇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